大家好,这是新鲜的麻油,非常适合清蒸 清淡,肥美,刺少 鱼的肚子洗干净,不要有血和黑色的膜,要不然会腥 鱼的背部比较厚,切一刀容易蒸熟 准备一点配菜 香菜泡在浓水里,加点葱也可以 我喜欢加一点蓝角,有特殊的清香,没有也可以不加 蓝角是盐腌的,清水泡10分钟,去掉一些盐 蒸鱼讲究快速,保持肉的鲜嫩 为了让蒸汽流通,我一般准备两个勺子垫在下面 因为鱼很新鲜,腌制就简单 放一点姜葱 蓝角摆在上面就可以了 蒸鱼之前,把香菜水烧开 然后关火静置 水开以后才放鱼 蒸一分钟,开盖放一下兴气 我这条鱼300克,大火蒸了8分钟 蒸鱼的时间每个人不同,你可以用一根筷子感受一下 如果很容易插到脊骨附近,就说明好了 蒸的时间太长,鱼肉会变硬 蒸鱼出的水是新的,扔掉,我们换一个盘子 这是刚才煮的香菜水 葱花 放一点油烧到冒烟 然后浇在鱼上 我用的是花生油,比较香 最后加一点你喜欢的酱油 非常简单,而且健康美味 我是老五,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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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